因為我們是現在還沒有講到 UI 部分 就是畫面做畫面部分還沒做 所以其實你的前端畫面一定會有個進來的東西 所以通常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剛剛講的我們這個 UI 簡單就是用 Show Inflat 當然將來你們這個 UI 有可能可以變成一個 Enjoy 的 App App 它會有很多拉畫面的 UI 工具 那你可以去決定說裡面可以輸入什麼值 不能輸入什麼值 或者是你可能是一個 Web 動態網頁也會有一個類似表單的東西 你會從 User 那邊取得什麼樣的值 因為 User 有一個 Request 他會有一個填入什麼值 那你可以給他要的東西 那因為我們前面 UI 部分這個部分 目前不是我們的重點 也許你們後面會有相關課程會跟各位講 那我們主要是進來的東西有模擬什麼 然後 output 出去什麼 所以其實中間這一段是我們程式要執行的 那至於說 UI 界面這部分 我想你們就是不一樣的環境就會有不一樣 UI 那中間的部分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你無論你是寫 Android 的程式 或者是寫 JSP 互動式網頁 或者是前端的 Java Script 其實中間這段程式基本上都一樣 跑這些東西都一模一樣 沒有差別 而且甚至很多實質 其實這樣可以一下就轉移過去了 那重點你就要切乾淨 你不要說 UI 部分又跟你的程式又混在一起 很多人為什麼會學程式學這麼辛苦 因為一樣的東西它把它當成不一樣的東西來學習 每次又重新再學習一次 每次又重新再學習一次 那不是很累嗎 所以你要抓就是抓到共通點 你就學共通 然後再去針對不同的地方下一點功夫 那你就可以很快一下子 通通只要是 Java 相關的這個程式的相關開發工作 你都可以去升任 所以聰明的人就是說學一個通通學會 那比較笨的就是說學很多個 每一個都花時間去學 那真的是浪費時間 所以你要抓到要領 那我們現在學的是 所有 Java 相關工作都會用到的這些核心的技術 這些知識 那只是說 UI 界面不一樣 你可以把這個 UI 界面轉移到 這個致遠手機也沒問題 轉移到畫面那個 Web 上面也沒問題 那比如說這裡我希望等一下各位改寫 你可以用版本管理 我剛剛講過你可以把它複製有沒有 再貼回去嘛 那名稱改上2也可以 那裡面的話就是再增加一個什麼呢 就是讓User 可以秀一個 Input Dialog 然後呢讓他可以跳出來 跳出來之後的話 比如輸入結束只是200好了 那我按一個確定之後呢 它可以幫我把 1 加到 200 秀出來 類似像這樣 這個部分應該跟剛剛的這個程式很像 所以各位稍微自己改寫一下 反正熟悉一下 有個 Input 就會有個 Output 那只是說 Output 到哪裡而已 OK 這個部分應該比較簡單一些 一些字型改寫 再來的話 我們剛剛有講說 如果我今天累加是 就是加加 就是一直加下去 但是我今天是希望怎麼樣 希望是基數部分的加 所以我這邊可以怎麼樣 再建立一個 Break 那這個 Break 我建立一個 Cas 名稱是這個 那再進來之後 差別是說我如果今天 也到 100 好了 100 如果 1 加到 100 然後呢我今天是要 我希望是怎麼樣 要基數部分 那基數部分的話呢 從 1 開始 1 開始之後的話呢 其實加等於 2 其實加等於 2 如果是從 1 開始 加等於 2 其實這個部分應該就 我看一下這個地方 如果沒有 Break 的話 那我把它 Run 起來 它基本上就是 1 就會 3 5 7 如果是這樣子來寫的話 直接 Run 一下 250 就 2500 那當然如果說我今天是用加加的話 比如說我這邊是用加加的話 基本上我可以配合什麼 配合一個 Break 跳開 這邊是 Break 部分 那 Break 部分實際上 如果你今天加一個敘述 這個敘述的話 這個 Break 意思就是說 我如果執行到這一行的話 它會直接怎麼樣 跳離到這一個刮斧的外面 直接就跳離了 所以 Break 就是直接就 跳 應該是 直接跳離這一次的敘述 就是說它會跳 但是它跳完之後 它還是會回到 Break 直接跳到回圈這部分 繼續去執行 這裡的話我想 各位先試試看 就是說如果我今天 這個等一下再來看好了 先把激數部分 稍微 做 比如說我今天要加等於2 如果我今天要是激數或偶數的話 敘述怎麼來做 所以這部分請各位練習一下 Input 部分 再來的話等一下再來看 激數跟偶數部分 如果要做輸出 來畫面 先畫給客家 我們先畫給客家 先畫給客家 讓客家 我們先畫給客家 剛剛ίζine 感谢观看